打籃球給了我有兩件事 一個是團隊工作 另一個是對一份工作堅持 因為始終你做運動員 訓練做所有事 甚至收入都未必那麼穩定 就需要一份堅持 營運餐廳都一樣 因為始終萬事起頭難 做全職運動員 體驗真的會比較辛苦 因為在香港的地方 做運動員是很艱難 天后區一向都有很多口碑好的西餐廳 最近又有一間新店開業 老闆是香港運動員 餐廳用了他的波三號碼去命名 裝修行型格路線 食物一點都不麻煩 你好 我是劉子賴 我之前是一個全職籃球員 為何會去做一個餐廳的老闆 其實是挺特別的 因為在者我現在還在效力香港隊員 在疫情我再開了幾間不同品牌的餐廳 我今次這間西餐廳 就是以西餐為主 再者就是搭一些Fusion的東西 我本身都很喜歡吃扒 今次餐廳的菜式 其實會有手工意粉為主 扒類還搭著一些薄餅為主 最推介這個流心龍蝦湯牛角包 賣相平平無期 但是切開就很有看頭了 今次龍蝦牛角包 我用了龍蝦熬湯時 用了十個小時熬 之後再烤牛角包的時候 再加進去 想食客會有酥皮龍蝦湯的質感 今次切的時候就會流心流出來 整個表演就會蠻特別的 而多款手工意粉都是招牌菜 用意大利雞蛋和麵粉製成 面質煙韌彈牙特別掛汁 我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意大利飯 咸蛋黃加蟹肉 再加龍蝦湯進去煮 我們為什麼會用咸蛋黃 以往都是用Palmerson Cheese去做 今次我就用咸蛋黃加了少許中國元素 如果你喜歡吃大閘牌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組合 今次我的甜品其實是我跟廚師 去參考意大利的比較classic的甜品 Avocado 但本身會用一個browney做個base 但我轉了一個朱古力慕的蛋糕 變成現在香港人吃甜品 可能未必會這麼甜 今次我就加上espresso 淋下去的時候 整個質感吃下去其實會比較特別 運動員生涯有限 大部分人都將青春奉獻給自己喜愛的運動 退役之後也有可能做回相關的工作 但為什麼他又會跑去開餐廳呢 其實整件事都會很機緣巧合 小時候我都是打算做公務員 但去到一個轉接位 我就選擇做一個全職運動員 我十七八歲就開始代表隊了 那就很幸運了 因為我經常都這樣說 是興趣變成職業 其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我也很慶幸可以做到這件事 始終運動員的生涯都比較短暫 都去過很多地方 其實最遠可能是深刻一點 可能去伊朗、新西蘭 都比較多不同的比賽經驗 二十八、九歲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到飲食業 因為我爸爸本身是一個食物供應商 幸好有一個好的伴侶 我們就很順利開了幾間 剛剛開業的時候 都很難會立即有很多生意 除非練鎖 這個情況裏便可以運用 做運動員的特性 希望現在可以慢慢建立我 另外一個事業 如果想支持一下香港運動員 不妨去天后試試這間 充滿特色的西餐廳